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叫千手王花娘子 善用飞刀但武功平平 启用美色迷惑他人趁机偷袭 各门各派被霸王寨肆意捏杀 扩落为阶下囚徒 朝阳刀掌门人如龙 及各大派掌门背擒之后 霸王寨通知各派 要习弟子们自断右臂登门熟人 若不然先杀掌门 再将各大门派一一突进 如大兄弟二人召集各大门派的青年弟子 商议如何解救背擒的父兄等人 众人自知实力不济 且霸王寨毫无信义可言 断臂数人恐怕所有人都将有去误会 只有请方刚出山这一条出路 卢达带着年轻弟子恳求方刚出山 谁知断魂刀扇雄 趁方刚与众弟子在外交叹之时 竟擅作主张将小蛮掳走 以此相逼方刚 此时不时序的黑白刀使 有同行的独龙王壮胆再次现身 被怒在信州的方刚两招杀死 此时方家忽然起火 独龙王放火之后便偷偷溜走 善雄将小蛮绑走之后 卢通不愤善雄形势被毙 眼看就要起了内斗 这时通壁刀王带人杀了过来 善雄自知若小蛮被杀 方刚自会找霸王债算账 大仇自然得报 便从容出战被乱刀砍死 卢通剑壮急忙护送小蛮从后山逃跑 在半路却被通壁刀王阻拦 卢通拼死相互 乘到方刚赶来 通壁刀王被方刚数招击败 切副至此 方刚不愤受人胁迫 便打算带着小蛮离开 他一刀弟子木青 见状自断右臂 愿以命救失 小蛮见状于心不忍 其亲眼所见霸王债的残暴施杀 优处如同所救 便准许方刚出山救出被霸王债所勤之人 方刚带领众人商议之后 便起身前往霸王债 在途中遇见了一名女被强盗所勤 这可怜名女正是千手王花娘子假扮 方刚出手相救 千手王谎称自己名为梨花 父亲被霸王债所勤 自己拿着珠宝失去熟人 便与方刚等人同行 途中千手王假装照料断臂的木青 木青深受感动 便开始对梨花姑娘十分爱慕 五月千手王以美色相诱 对木青及另外一名青年弟子痛下杀手 接着将剧毒投入水井 等待援军绞杀众人 投毒归来的千手王正巧被方刚撞减 千手王幼小色诱 却被早有防范的方刚识破 千手王无力反抗 与重伤改来的木青同归于尽 千手王死后 方刚料想霸王债的援军将至 必要众人在暗中埋伏 五月天顿王带领九飞同前来 被埋伏在好的众弟子杀了个措手不及 这位天顿王轻功了得 但还是在几招之内就为方刚给了结了 一日独龙王赶到 暗器被方刚轻松破解 独龙王毫无招架之力便被一刀毙命 离霸王寨越近秦康愈发的凶陷 有数位弟子遭到暗杀 逐境之中 狄藏王早已埋伏在此 方刚命众弟子以竹作庄 便破了地藏王的遁地执法 阵法被破 地藏王的功夫便算不了什么 方刚支出竹枪 地藏王登使毙命 众人来到霸王寨山脚下的客栈落脚 方刚拿着木青前几日自动的诱臂 假扮成熟人的太极道弟子 孤身前往霸王寨 因几个寨主迟迟不归 无相道王前去寻找 寨中无人作主 方刚便被收押地牢 来到地牢 方刚看见被关押的各大派掌门人 便出手将众人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 众弟子见十几成熟 便一同正面突袭霸王寨 大力刀王被众弟子引出 中了埋伏 被乱刀砍死 大力刀王一死 众弟子即刻非渡成寨 双方混战起来 此时在寨中留守的转人王 带着四门将把众弟子杀退 此时护送各大掌门开套的方刚 正见此景 两挥断刀先杀死门将 又将转人王制出的轮刀弹回 转人王被自己的兵刃击中 并丧当场 方刚将各大掌门救回 又铲除了霸王寨这一江湖呼喊 众人庆贺一番 并推举方刚为独臂刀王 而方刚始终放信不下 因信权无的无相刀王 便要众人提防小心 不可罪咎 但此时听闻妻子小男已怀有身孕 大喜之嫁便和众人大醉了一场 深夜 无相刀王带领霸王寨与党前来偷袭 众人酒醉未醒 此生大半 而青年弟子更是全军父母 方刚被打斗惊醒 此时上无相刀王正在此等候 看见方刚无相刀王也不敢怀慢 随之亮出自己的兵刃 竟与方刚同样是一把断刀 二人酣战至天明 无相刀王亮出杀招 原来他的兵刃藏有机关 可将刀身延伸 无相刀王挥刀之时 方刚趁机将其兵器砍断 无相王出手 却勾中了方刚断臂的袖子 方刚随即出刀刺中无相刀王 无相刀王身受重伤 此时幸存的各大派掌门涌了出来 将无相刀王砍成肉迷 方刚见此事终于已了 便丢了众人为其所助的 独臂刀王金牌 带着妻子转身离去